用我的 佳佑 管我 你受伤了 用你的干什么呀 我也是这种血型 用我的 不行 我的血型和妈一样 用我的 不行 你刚受了伤 佳成 我也是这个血型 用我的 妈 您刚做完手术 您还贫血呢 这是我至亲的姐姐 让我给她命都行 好了 好了 这没事 你们两个别再承门 朕中失血很多 但凭你们一笔血是不够的 这样吧 你们轮流给她收血 佳成 不能再耽误了 所以非烟 赶紧带她们去 变血抽血 好 好 走吧 葛太太 小心她 姐夫 一定要救醒姐姐 好 放心 我回家 好好 小心慢点 好 好 月长 血型准备好了 赶紧挂上 好 好 来 你们就想开一点吧 妈她不会有事的 老天也会保佑妈 平安无事的 肯定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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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你醒过来 好 好了 好了 没事 没事 好 没事 没问题 好 没事 来 来 我都再也不回来了 妈 郑军 你别这样 刚刚睡完鞋 还没恢复健康 你千万不能激动知道吗 是 老爹爹 就像你帮着我姐姐度过这次 太快了 如果她好起来 我发誓 但是我再也不见识如何加油了 妈 你别这样 妈 你真别这么激动 你现在对身体不好 都怪我 我这些个小八经 怎么回来了以后 发生了这么多不好的事啊 妈 这怎么是您的错 这都怪我呀 要不是我告诉妈 是陈凯文把我打伤的 妈就不会找陈凯文去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妈是不怪你 苏玥 真是挺不好 你马上给她给一个病房 书非给她检查一下 给她打点阴影药 好吗 老院长 我在这边也帮不上什么忙 老夫 葛太太交给我照顾好了 少院长 现在夫人也需要你照顾 葛太太就我跟高主任来去照顾吧 好 佑和 苏玥 麻烦你们了 老院长 您客气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姐夫 大家醒过来一定要告诉你 好 你放心 放心 好 加油 你没事吧 哥 这点血看来不够啊 你再从我这儿抽点 小佑 你也是医生 你应该知道 一个人的血是有限的 知道 但我还年轻 我恢复得快 再说了 别说这点血 只要妈平安无事 让我干什么都行 加油 你放心吧 佑王在 一定没事 是啊 加油 有你大哥在不会有事的 啊 我怕你 到底怎么还 我怕你是否 你还是我们的 还不说 就对你 你好 我怕你 就不说了 怕 Keys 你可以 你 怎么还 我怕你 喂 是我 我知道是你 我刚才在我婆婆的病房里 你就一直给我打电话 所以我就赶紧回办公室了 那 你婆婆现在怎么样了 还不是你干的好事 让碎玻璃 扎破了我婆婆手腕动脉 现在大量出血 而且生命有危险 正在急救当中 我告诉你 那不是我 是她打碎花瓶想捅我的 我是不小心推了她一下 自己摔在花瓶上的 我那是正当防卫 好了 我也没工夫听你解释这么多 现在大家都在我婆婆的病房 这么一来 也没有人阻止你和小军了 那听你这么说 我跟小军领证 就没有人妨碍了 你放心好了 现在不会有人会妨碍你 加油也受了伤 而且她抒血之后 身体会很脆弱 她还要照顾两个妈妈 所以我想她 一定不会有任何的行动 好 那谢谢你了 妈 怎么我去上课 这一会儿工夫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珊珊 妈没事啊 没事 别着急 妈现在主要是担心啊 但是你大医她比较严重 好了 点滴里把这些药加进去 大哥哥 麻烦你把我妈妈治好好不好 你放心吧 你妈妈只需的营养不良 只要在点滴里多补充一些营养物质 她就会好的 真的 妈 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 你一定会好的 嗯 高先生 在 我想拜托您 我现在好多了 已经没事了 我 是院长夫人 她比较严重 您去看看她 这您就放心吧 院长夫人那边呢 有很多人在陪着 所以啊 她不会有事的 啊 珊珊 嗯 要不你去看看你大医 看看她怎么样了 好一些没有 妈不放心 可是妈 哎呀 妈没事了 去吧 啊 妈我去了 拜拜 拜拜 我听说您才是家友的亲生母亲 我还真是羡慕院长夫人 两个儿子都不是亲生的 却都这么孝实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别人说 刘嘉诚也是别人的孩子 这 这我不清楚 你清楚 因为 在你生刘嘉佑的时候 嘉诚都已经五岁了 所以你这个做妹妹的 应该非常清楚 刘嘉诚 并不是院长夫人所受 嗯 谁说的 谁告诉你 谁告诉我的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两个孩子 都很孝顺院长夫人 嗯 嗯 高先生 我拜托你 我拜托你 一定不要告诉别人 因为我姐姐她 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嘉诚不是她生的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说的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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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友和是什么人 为什么刘嘉的事情 她知道得这么详细 她 到底是谁告诉她刘嘉 这么多秘密 好 好 他下车 那人想到 他还能如果 他就想到 他要长大了 他永远 他不想到 他还要 他也不怕 他又不怕 千语 盛盖文 明明是你派人 在半路上堵戒我 男子汉大丈夫 敢做不敢当了是不是 今天是我跟小军 试婚纱的好日子 我没事干了 吃饱地撑着堵戒你 你别臭不了脸 你来是恭喜我跟小军结婚 是吗 小军 跟我走 给我走 跟我走 凯文 凯文 小军 跟我走 凯文 你不能再打我 我不打他打什么呀 他要强懂我的未婚妻 我当然要打他了 小军 你千万不能嫁给他 你嫁给他你一定会后悔的 小军 他不是个好人 求真人心 我们去吃婚纱吧 给你 走 小军 嫁给你 快 二姐 二姐 她运过去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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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对我仍然是一完情深 加油 对我的爱一直都用力 把我对她的思念 一直都是这样 可是为什么 我觉得我跟她似乎越来越远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大姐 小飞 这么晚了 你怎么会过来啊 你还知道现在已经很晚了 这么晚了 你还在办公室 你不会这么晚还在加班吧 我跟你说 爸妈可担心你了 一个晚上一直在问我 你怎么这么晚都不回家 我还骗他们说 我说因为你过两天 就要去公证处公证 所以必须把账做完 小飞 我谢谢你啊 帮我打爸妈面前隐瞒 你呀 你既然都知道 我会替你在爸妈面前隐瞒 难道你不知道 我会关心我的姐姐吗 你看我这两个姐姐 大姐因为失去了孩子 每天伤心 难哭 哭泣 终日以泪洗面 而我的二姐呢 又因为感情的事情 每天饱受折磨 我真的担心 我 小飞 儿子 别难过 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相信 我 爸妈 还有大姐 都会永远站在你这边支持你的 从小 你和大姐就一直很疼我 我都知道 在我心里 其实我也一直很关心你们 所以我今天特地过来 想陪陪你 跟你聊一聊 我希望你不要再做错事情 做错事 做错什么事 我希望 你不要再挫架一次 什么这么说 我也说不上来 陈大哥对我很好 可是我看得出来 陈大哥对你更是一往情深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相信 他对你的爱 绝对不压于刘家佑 可是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 陈大哥对你好与不好 而是在于你心里面 到底是爱的哪一个 小飞 你还小 我已经不小了 二姐 我都已经向安静求婚了 是 陈大哥对我是很好 可是他对我再怎么好 也比不上我二姐得到幸福来的 你最重要吧 二姐 如果你心里面 还爱着刘家佑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 遵从你自己的内心 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 你不要一时冲动 而丢掉那边的幸福 投入到另外一边痛苦的 勉强当中 小飞 其实我现在爱谁 其实这并不重要 这样的事我们家里 现在需要平静 就像你说的 凯文她对我很好 从以前到现在 她无怨无悔地为我付出 对她来说 我是她的真爱 一个女人 也许一辈子就是要找一个 全心全影爱的 亲无旁目照顾她的人 既然凯文能做得到 我嫁给她 又有什么不对 可是 好了 别客气 姐 你过来 看我没事 你去看我回去吧 你不跟我一块儿回去啊 我是过来接你的 过两天我就要结婚了 我这里还有一大堆的账用了 结婚后 凯文说要带我去当日试 所以在这之前 我一定要把账整理好 现在天已经快亮了 郭大哥以后就会过来 没什么事情的话 再回去吧 好吧 那你别把身体搞垮了 而且 我最后一次再提醒你 你可千万要明智 你可千万不能一时冲动 我知道 在你心里面 你永远都忘不了刘家耀 可是如果你真的心里面 还想着她的话 你可千万要想好 否则 再晚就来不及了 我知道 快回去吧 那我先走了 你再说 你这事 你这事是不是太过分了 过分的不是我 作为本院的外科主任 我只知道今天在日程表 我必须给市长做这个手术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 院长 你到底在跟我争些什么呢 我跟你争 高友和 市长在我们医院 一直是我的病人 由我跟他看证着 对他的身体状况 和他的病情 我十分了解 而一一了解多少呢 你扎默然开刀的话 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万一出了问题 我会负全责 你负责 你说得倒是轻强 要万一手术出了 什么差错的话 负责的是我们整个医院 你知道吗 是 我知道 我知道我的话 比不上你刘嘉诚过来 因为你是这里的院长 你是前院长 还有院长夫人 最疼的大儿 一个从小到大 养尊处优的人 不像我 我从小到大 受尽了别人的欺负 我为了让别人看得起我 我拼了命地努力读书 就是希望 我有一天能够超过 能够超过 所有看不起我的 你居然抱着这种想法是吧 难怪 你要抢着市场的手术 高与何 你真以为 你把市场这个手术做好了 你在医学界就成名了是吗 当然 不过这个机会 可不是你刘嘉诚给我 而是宋副院长给我的 宋副院长愿意相信我 所以我今天必须成立 你不访意 大哥 这件事情也是我前两天 交给友和的 宋强 你是管行政的 你留业务方便关你什么事 大哥 你最近的心情总是不好 还因为两个妈妈的事情 我把主刀的事情交给友和 真是万无一失啊 杨岚 你听见了吗 他这么做对吗 赵成 其实 如果高主任他的艺术也不错 那你们谁开刀不都一样吗 我想 做手术靠的可不是嘴皮子 更不是你的权力和职位动手术 靠的是医术 还有精准度 而我操刀向来准确无误 从来没有过一次失败 院长 你应该信得过我的能力 院长 院长 不是准备开始动手术吗 飞燕 准备麻烦手术 飞燕 跟着高主任去手术 路人 宋强 刚才你看到你也听到了吧 高友和那么自负你知道吗 万一手术出了差错 毁掉了整个医院的心率 你没办法 大哥 你未免有点太担心活头了吧 高友和他有把握 这是一件好事啊 就算今天不是市长 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那么手术上有任何的问题 那医院不需要负责吗 你也没有 你们两个就别整了 要是让别人看钱都不好 不行 我要看变人家属签的同意书 我知道你要这样 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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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 这手术医代表的是你的身份 也代表着这十几年来 你对医学的贡献和努力 更代表着病人对你的信任 你怎么可以把它扔在地上呢 可是现在 它也代表着我以后 不用在这医院做手术了 事情没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吧 怎么没这么严重啊 你也看到了 我所有的病人都转到高永和那儿去了 都是那个宋湘 在背后搞鬼 他是在跟我对着干 佳成 其实宋湘说得也没错 高永和是你妈妈找来的 而且他这几次的手术都很成功 所以 所以什么呀 万一要出点差错怎么办 我怎么跟那些病人的家属交代呢 他说你是知道我的 但凡是我干诊过他 不管是市长或是拼命 我都会亲自为他主导 我知道 可是你这么生气有什么用 今天这个病人 也是病人家属自己同意 让高永和做手术的 不是吗 本来我是想要告诉佳成 小军和陈凯文 过几天就要领结婚证的事 还有宋湘 想要拉拢高永和的目的 可是 看佳成这个样子 我还是先不要告诉她的好 你醒了 让他眼睛 找他 肯定 starts 躺地 lak 你 bele 不变吗 我失去亮亮了以后 我的心里一直都很愧疚 我曾经想我要跳楼自杀 可是是盈雪和小飞 把我拦了下来 也断了我轻生的这个念头 可是我实在是 无法去面对盈雪 面对我妈 所以我和美美把婚姻离 我就一个人跑出来了 后来 我遇到了我的一个同学 她给我介绍了一位中医 陈医师 我就一直在她那儿做附件 因为我一直不相信亮亮 就这么离开我们 所以有时候 我做完附件 就去身边找亮亮 有一次我回来的时候 有一次我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宋香和陈凯文 他们俩在一块 因为之前陈凯文和美美 合谋骗我的家产 所以我就怀疑 宋香和陈凯文 也串通在一起 骗你们刘家的财产 我就一边做附件 一边跟踪他们 凭借着我的意志力 现在我已经完全康复了 这段时间 我发现美美 也一直在跟踪陈凯文 那天你被陈凯文 那两个弟弟打 当时我也在找 停下来了 停下来了 你还好吧 刚才说我特意叫警察 把他们都吓走的 谢谢 你还能走吧 好吧 你走 我扶你过去吧 所以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想让你和我 一起来调查他们 不是吗 你待会儿 你了解 我 你 我们现在的 院长 院长 告知了 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我没有生你的气 刚才我在护理站听到了 你的手术很成功 而且病人的家属 也对你赞口不绝 这个时候 你应该去进宫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院长的话 虽然是这么讲 可是我看院长的表情 好像并不高兴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你是在嫉妒 嫉妒 嫉妒 高宇和 你把话说清楚 我为什么要嫉妒你 因为今天的手术 我做得非常地成功 而且 我凭借我的医术 让整个手术的时间缩短了 这证明我的医术 远远在你之上 所以 你应该觉得颜面无存 心里十分恨我吧 高尤和高准 你是不是太自我了 手术的快慢 那是取决于 患者的病情严不严重 作为一名医生 做手术应该是胆达心细 而不只是求快 没错 你说得也有道理 可是 作为一名医生 做手术 最关键的就是 成功 如果一名医生 的确胆达心细 可是手术却不成功的话 那么他终究是一个失败者 而另外一名医生 不仅能让手术顺利完成 还可以让手术时间缩短 那么这样的医生 才是一名真正优秀的医生 高准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我就不找你来教育我 等一等 来 来 院长 有一句古话 叫做长江后浪 推前浪 我还没有往下说完 你不仅在医术上输给我 就是其他的方面 你也远远不如我 是不是啊 院长 对不起啊 我 我不应该打你一拳 我 我一时冲动 我跟你道歉 打都已经打了 道歉还有什么用啊 反正 我从小到大 就经常受人欺负 也经常被别人打 今天能被哥哥打 我也挺高兴的 你说什么 哥哥 我的意思是说 你比我大 我比你年轻 你看起来就像个哥哥一样 打我这拳 没有什么关系 对不起 我真的是一时冲动 是我不对 没关系 这一拳 我会一直记在心里的 还有啊 院长 有句话我不得不提醒你 在这个医院里头 在这个医院里头 不喜欢你的人 大有人在 小心你的位子不保 好 高主任 你来医院之前 我们有个接触吗 你认识我吗 你从来 都不认识我 那我有什么地方 留住过你吗 应该没有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对我 有那么深的敌意呢 院长 你想多了吧 既然你从来都不认识我 而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过节的话 我为什么要对你怀有敌意呢 看高尤和的态度 蜂蜜是冲目 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曾经在哪儿见过他 我和他应该没有半点瓜葛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不好意思啊 尤和 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的 反正我也刚刚下班 还有的是时间 今天不是来 又要给我送东西吧 没有啊 我今天还什么都没带 你找我是 我能肯定你还没有吃饭吧 哦 我还没呢 那刚好 我啊 想带你去吃一家 有特色的东西 帮你补补身子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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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 我不饿 不饿 你看你面黄鸡兽的样子 就算不饿 也要吃饭 真的 我不想去 那你就当做陪我去吃饭吧 我们走 别麻烦了 今天我不想去 走吧 我不想去 不用麻烦了 走吧 好 怎么了 你点了那么久 难道没有你喜欢吃的菜 这儿的菜太贵了 那我来点 来 得一个这个呢 这个 这个 再一个这个 三小时些马上多快点 好的 谢谢你 你这人啊 你真是 你老是我爸的 反正我的朋友里面 没有你这样的 你今天 不是要去别的医院 看你的病人吗 我晚点再过去 还有啊 他不是我的病人 那是你家人啊 也不是 他和你一样 是刚好被我救下的一个人 只不过他到现在 还一直昏迷不醒 原来是这样啊 现在啊 我最盼望的 抓他赶紧醒过来 然后可以帮他 找到他的家人 那这个人子 你好 您的菜 谢谢啊 请拿一碗 允许 你先不收了 吃饭要钱 来 来 我帮你 我自己来吧 我来吧 来 给你 多吃点 怎么样 第二个 晓成 爸 你来了 爸 妈妈怎么样 没事 对了 那鸡汤我们准备好了 晓成 希望你了 来给你妈妈 还是叫好鸡汤 干爹 家诚哥哥 大爷怎么样了 好多了 晓晓 你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那大哥哥今天又让护士 给我妈妈打点滴了 妈妈看起来气色也好多了 这就好 爸 爸 您要是不放心小姨那边 你就先过去吧 妈这边有我的 好 晓晓 那就辛苦你了 晓晓 咱们走吧 晓晓哥哥 如果加油哥哥跟大姨醒了 一定告诉我 我再来看他们 晓晓 你放心吧 我妈一醒来 我会马上告诉你 好 晓晓 咱们走吧 晓晓 拜托你了 嗯 妈 看你现在的样子 我就放心多了 虽然我的血腥也是欧血 但是和您都不匹配 那不然 昨天我就可以书写救你了 嘉诚 来 来 院长夫人怎么样了 我妈从昨天 会迷范现在 不过见见基因稳定了 你放心吧 院长夫人 一箱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嘴巴里说她气加油 其实心里是很疼加油的 你看她 为了加油 还去跟程凯文拼命呢 这件事我听我爸说了 我妈去打程凯文的时候 摔倒在地 所以咱们懂这样 对了 家长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想跟你说 可是这两天你都很忙 我找不到机会告诉你 对了 家长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想跟你说 可是这两天你都很忙 我找不到机会告诉你 原来 什么事 我们到外面去说好吗 这个睡觉都会让人们打赛 我好了 你各年都走 给你的乱舞 你不就在路 你是谁 你别拍一单 我可是我 你怎么还没有 这些人不知你 我去你 用我的 佳佑 你受伤了用你的干什么呀 我也是这种血型 用我的 不行 我的血型和妈一样 用我的 不行 你刚受了伤 佳成 我也是这个血型 用我的 妈 您刚做完手术 您还贫血呢 这是我至亲的姐姐 让我给她命都行 想不到 我在她们的心目中 是这么地重要的 这余和佳佑 更是真是要书写给我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错怪了大家 我错怪自己的妹妹了 我 今天怎么样啊 真好 加上特意给你熬点鸡汤 百吃了把它喝了 来 徐如 快拿到我姐姐那边去 她伤得比较重 放心吧 这还要我留了一份 等珍珠醒来以后呢 我亲自给她炖 妈 听你说等大姨醒来以后 我们就去外地 是真的吗 真女 真女 你怎么又说这些事啊 咱不是说好了 哪儿都不去 这样我才能 照顾你和珊珊吗 许如 你对我和珊珊好 我知道了 可是自从我来了之后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都是因为 所以 我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不是 真女 好了 别说了 谢谢你对我和珊珊的好意 你答应我 回到大姐那儿 好好照顾她 好 我答应你 去照顾珍珠 可是你也要答应我 哪儿都不去 啊 这样 我才能照顾你和珊珊 你们两个为人 照顾她怎么行呢 我和珊珊 相依为命十多年了 有什么行不行的 是啊 干爹 你就放心吧 等我们离开之后 我会好好照顾妈妈 有什么事 我去给你打电话 这事儿 咱不说这么多了 再喝点 院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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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先按指标 指标 指标雪 好 来 怎么样 葛太太 你昨天好点了吗 好多了 好多了 谢谢 院长 我先去别的地方了 去 师傅 我想去看看大姐 这可不行啊 你她刚打完吊致 得休息一会儿啊 怎么不行啊 我从昨天到现在 一直没去看她 我都急死了 好吧 我陪你去 陈珠 来 来 来 大姐去哪儿了 陈珠不怎么在哪儿床上了 她醒了 妈 陈珠哥哥 你看你 没在你那儿吗 我妈呢 你们看 是什么 陈珠就先来 军容 真余 佳佑 佳佑 珊珊 我对不起你们 因为我的自私 让你们遭遇了那么多的事 是我把佳佑留在身边 让真语失去了儿子 我爱佳佑 疼佳佑 我现在能深深体会 真语的痛苦和煎熬 我是那么的自私 只为自己着想 从没有替真语想过 真语 是姐对不起你 姐错了 姐姐现在才知道原来你 你们都是那么的在乎我 为了我 可付出那么多 薛叔 你把真语加油带回家吧 我希望你们一家四口 冲向天文之路 你们不用找我 我是个多余的人 我想离开 想到国外找一个地方进一进 当然 也请你好好地照顾我的儿子家长 和医院的一切 珍珠 大姐 珍珠她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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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去找她 要反了她就来不及了 放心吧 我快去 快去 快走 妈 妈 嘉佑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不在医院啊 妈 你是决定走了吗 你看到我那份信了是吗 我看到了 既然看到了就这么决定 就算妈妈最后一次霸道 不行 妈 不行 妈 我不让你走 妈 不行 妈 你别走 妈 你别走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伤孩子 你能跪下来再叫一声妈 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都是妈妈不对 那天看到你和珍宇 在那样的救妈妈 我到今天才明白 我都这样疼你了 珍宇不会不爱你 她忍受了我 抚养你二十多年 她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 是妈妈对不起你们母子 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养育我这么多年 你能养育之恩 我是永远都不会忘的 我只求你不要走 不要把我扔下 好吗 我的儿子 有你说这句话 妈妈就已经放心了 但是妈妈不能不走 妈妈已经没有脸留在这儿了 妈 你别这么说 你就让我走 不行 妈 妈 您知道吗 在我心里 您的分量比我生母的分量还重 有你这句话 妈妈已经放心了 可是妈妈必须走 妈妈没脸再留在这儿 妈 您要是走了 您让我怎么办 妈 我求求您别不要啊 别走 好吗 加油 妈妈的好儿子 加油 我孩子 妈妈的儿子 加油 真臭 我母亲 加油受的没错 虽然加油不是你亲身的 可是二十多年来 你对她的养育之恩 她是不会忘记的 求求你别走 求求你别走 大姐 真云 你不能走 该走的人是我 加油的是你的儿子 大姨 我妈妈说过 只要你平安无事 那就带我离开这里 她已经发过誓了 你平安的誓言好吗 你平安的誓言好吗 大姐 真云 是大姐对不起你吗 都是大姐的错 你原谅大姐好吗 不不不 你没有错都是我的错 姐 你相信我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怪不你 真云 我知道你没有骗过我 你从小到大 都很乖 按理说应该是 姐姐让着妹妹 可你这个妹妹 总是让着我这个 非常把握的姐姐 我还把你赶到外地 那么多年 姐姐真的就对不起你 原谅你姐姐好吗 原谅我 姐姐 晴雨 我的好妹妹 爸 你不要再哭了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你都别哭了 好 别哭了 你都别哭了 都记得了 大哥 你起来 姐 你答应我 你别走 学书她需要你 加油她需要 医院也需要你 你别忘了 你还有个儿子嘉诚呢 你走了 我怎么跟大家交代啊 是啊 妈 我求你了 你别走行吗 求你了 珍珠 好 我留下来 我留下来 好 但是 我有个请求 真云 你也留下来 你也留下来 留在这个家好吗 我 大姐 我真的不能留下来 怎么不行啊 毕竟我现在 是可态的 我还有婶婶 我留下来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 学书你倒是劝劝她 劝劝真意 让她留下来啊 珍珠 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 我觉得 真云 我对不起她 所以她这次来 我就动了点 侧脸之心 其实我那心 一直把她当成 是亲衣的一样 对待了 好了 我说的不是这些 我是说让你劝劝真云 让她留下来 不要去外地了 大姐 我真的不能留下来 真的不合适 妈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别忘了你也是我妈呀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没有在你身边 妈您就当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在你身边 尽尽笑到不行吗 珍珠 加油都这么是我 你就留下来 一类 你可以跟你姐姐在一起 你们相互有一个陪伴 二来 珍珍这么乖 她留下来 这对她学习也有好复 算姐夫求你了 妈 我也求你了 你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好好紧紧笑头 好吗 求你了 妈 你不要看我了 你走到哪儿 我就跟到哪儿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珍珍 你要一定要走 那姐姐陪你 一起去外地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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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她姐 好了 留下来 学习 你看 她点头了 她留下来了 答应留下来了 不 你走 爸 爸 妈这招好使 你爸这招是对我最好使 这招 那 我们可以坐下来 你去 坐上 坐下 珍珍 你快来 快快快 坐下 快 快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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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 喂 殷美美 怎么办 小军一直不接电话 美美告诉我 看到小军一个人在这儿 可是我怎么 小军 小军 加油 我找出来找找你了 小军 你伤得不好一点 你不要跟我伤 千万不要嫁给陈凯凡知道吗 千万不要嫁给他知道吗 刘加油 怎么还来骚扰小军呢 陈凯凡 我正要找你算账了 你害得我妈差点没命了你知道吗 那是你妈自己打破花瓶 她想刺我 她不小心摔在上面呢 正好啊 我正想报警抓她呢 告她谋杀未遂 如果你实现的话 就别破坏我和小军的婚事 我就不跟你妈妈激旧了 你 凯文 你刚才说 刘太太她有生命危险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她妈妈莫名其名道就打我 走 我上路妈妈跟你说 我叫凯文 你小在这儿给我装呜呜 我听见没有 我告诉你 现在 我正准备跟小军结婚呢 没时间跟你废话 小军 我们走 看你了 加油 你别弄了加油 我告诉你刘加油 我现在正准备跟小军结婚呢 所以我想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我不想动手打你 你自己放尊重一点 这你开门 加油 你别在我离去哪儿 你说什么 我不离去哪儿 我不离去哪儿 是吗 加油 我现在明白了 我全明白了 我终于知道你爱的是谁了 我怎么这么傻 我干嘛还来争取你 我干嘛还来争取你 我做什么 都无济于事 恭喜你们啊 祝你幸福 小军 加油 小军 他现在精神不正常 我们别理他好吗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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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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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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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